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之前我们讲了六期关于薄熙来政变的故事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段时间也收到了不少朋友的意见 有掌声鼓励的 有批评指正的 也有提出建议的 各位朋友的反馈 是我代班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这里就再次多谢大家了 另外一平兄也再次让我来向大家问好 他一切安好 只是还在忙于其他的事物 不能抽身 要我再带做几期节目 在开始进入正题前 先说几句题外话 也算是对朋友们提出问题的简单回应 有朋友说 薄熙来事件都已经是过去事了 提这些旧事没意思 怎么说呢 俗话说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失 可惜的是多数中国人都是很健忘的 像习近平现在这么胡搞瞎折腾 把本来生机勃勃的经济是搞得名不聊生 把一个已经接受了普世价值的社会 弄得是奴才遍地 他用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让人们遗忘 习近平正在通过洗脑 个人崇拜大清洗 就是希望人们不要记住他做的恶 把他这些年来所做的丑事坏事都给忘了 另一方面 虽然很多人对薄熙来等人 事都比较熟 但是大家以前其实接收的 多数都是一些资讯碎片 有很多还是一些小道消息 真假难翻 所以有必要把这些事件重新加以整理 令事件有更加完整和更加系统 也更加准确的这种陈述 还有一点就是 像政变是中共最忌讳最难于其词 但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习近平当政之后 这个政变的事件 大家就发现是特别的多 这些大大小小的政变 其实并不是过去式 而是现在式 可以说对习近平整数对手模式的这种研究 对了解他的执政是非常重要的 像几天前 习近平就提出过一个概念 叫做极限思维 什么是极限思维呢 我们从字面上看 这个极限就是无限靠近 而永远也不能够达到 比如说武统台湾 就是要无限施压 但是坚决是不打一枪 就像是要不断挑战美国 引起美国人的怒火 但是永远都不会和美国脱钩一样 其实我倒是觉得 他这个打倒博西来 打倒令计划等人的时候 就是用上了这种极限思维 当然他现在在台湾问题上 在对付美国问题上 其实另外一个词更准确 那就是叫走火入魔 这一集呢 我们就用这种极限思维 来讲一讲 令计划倒台的故事 你还别说 这个极限思维 在这方面还可以用起来真有效 能够来解开很多 令计划暗中的谜团 包括这个法拉利车祸之谜 包括藏猪美女一争夺命之谜 以及周永康和令计划 他们密室里面结盟的谜团等等 不过要解开这些谜团 我们就需要从法拉利车祸说起 我们先还原一下车祸现场 并引用一些大外宣 后来对这个车祸的描述 在2012年3月18号 北京时间凌晨4点左右 一辆价值560万元的黑色法拉利四五八行跑车 是由西向东高速行驶 当到达北京四环保福斯桥东南角的时候 突然失控猛烈地撞上了桥墩 由于速度太快 车又弹回来 撞上安全护栏落到路边 从现场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 法拉利跑车在撞击当中是完全损毁 车身是四分五裂碎片洒满一地 引擎更是落到了车身外五米远的地方 到场的警方发现 这一辆两人跑车的车中 居然有三个人 司机从车的残骸中拉出来的时候 是赤身摩体 已经是当场死亡 他当时应该是在半罪的状态下驾驶 根据身份证明文件 他被认出了是23岁的宁骨 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宁计划的独生儿子 另外还有两个当时都是半罗的 年轻女子是侥幸生还 但是都严重受伤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这两个女子都是25岁 都是来自青海省的藏族美女 一个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 扎西佐玛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 他伤及富货 渡破长流 治愈后返回了青海疗伤 另一个是毕业于中央政法大学的杨吉 是大学里公认的小花 父亲是一位在青海享有声誉的活佛 他伤得叫扎西佐玛严重 腿是断成了三节 手臂是折断了 半身被火烧焦 头发也烧光了 生命曾一度垂危 他昏迷了两个星期 这个命倒是最后给保住了 没有了两腿 腰以下也是全部瘫痪 因为现场目击者说 他当时驾车了游西向东拐进北四环保护市桥东侧的辅道的时候 突然听到巨大的马达轰鸣声 他从倒车镜看到一团黑影 正高速向他冲来 他说黑影的速度比我的车速快很多 他赶紧的踩了一脚油门 这个时候车子就窜出去了 后面追来的车就直接撞向了高速公路辅道的水利墙 他说车外的碎片砸在我的车上 皮里啪啦的响 这时候一辆车在我的左前方的轰的一声还着了火 他停车出来后发现出色的是一辆法拉利跑车已经解体 发动机等部件落在了他车的右后方 而车头和大部分车身就横在了他的左前方 同时地上还躺着一名年轻的女子 已经说不出话了 只发出了轻微的哼哼声 目击者马上就打电话报了警 15分钟之后 北京的交警就赶到了现场 封锁了道路进行调查 有知情者说中央警卫局的三个副局长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人也赶到了现场 之后他们火速清洗马路 拖走并且销毁了法拉利跑车的残骸 这起涉及法拉利的车祸 有人死了 也还有目击者 所以很快各大报纸和网站都有了报道 还发布了车祸现场的照片 而在网上各种的小道消息也立刻就出楼了 有人透露了车祸中的死者是宁记化的儿子宁古 并立即引来了大量的评论 就在车祸发生前的三天 也就是3月15号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在两会结束后被撤职关押 这些网上的评论 有很多人马上都联想起还新鲜热辣的薄熙来王立军事件 发表各种脑洞打开的看法 然而不久怪事就发生了 车祸的新闻在上网之后 纷纷的遭到了删除 最后全部都消失了 有关这些车祸的贴纸和评论 在网上也遭到了全面的删除 法拉利等词也成为敏感词 有北京的媒体人说 他们接到了宣传部门 禁止报道车祸的命令 国内的媒体无法报道 海外的华文媒体的开始建立 很快就有了大外宣 通过知情者之口 对车祸进行带风向 有媒体就引述知情者的话说 宁公子当时是赤身裸体 犯罪状态下驾驶 出事的时候 在车上一名半裸的汉族女生的帮助下 车上另一名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 全裸的藏族女学生 正坐在小宁的腿上和她车正 这个知情者应该是了解到一些情况 看到杨吉的名字 以为她是汉族女生 了解到现场个人衣衫部长 马上就联想到车证 于是宁公罪驾车证 导致车祸伤身的消息 就成为了这起车祸 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也成为接下来展开的政治斗争中 最有杀伤力的部分 据说后来江泽民 朱镕基等元老听到以后 大陆骂胡锦涛是不会用人 以上的这些内容是根据多本 讲述中南海内部的书籍中 提到这种车祸 我整理出来的 这些书里面除了用词略有差异以外 了解方式和内容都大同小异 然而这些说法与最初车祸的报道相比 存在很多的错误 或者说与事实是不符的 根据宁句话的垮台之后 解封的当时的最初报道 像《新进报》的标题就是 法拉利撞墙解体 三人被甩车外 说令谷不是在法拉利的残骸中被托出 而是令谷在事发后 躺在泥车几米远的地方 头下一滩血 已经是当场身亡 这三个人被甩车外 都应该是三个人 都没有写安全带 《新进报》还说 另外还有两个女伤者 一个是头皮受损 右腿骨折 另一个是脖子和面部烧伤 他们采访到的直班医生说 这两个女生都没有生命危险 在最早期的原始报道当中 不仅有当事人目击者的现场说法 还有采访了消防员和医院的医生 这些里面都没有人提到这三个人 当时是磁身裸体还是半裸子 另外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也说是有三个人抛出车外 而且在被救的时候都有呼吸 北京青年报还采访了交管部门 他们证实经过血液酒精的含量检测 三个人的血液当中 那个酒精含量都是零 而香港的亚洲周刊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 在半年以后 他们的报道是说这个车祸的原因 是这个法拉利亚快要进入这个高速路辅道的时候 在加速的同时又转向 令坐在了乘客位偏左的女子 因为离心力身子偏向左边压住了司机 令司机突然无法操作 量成了撞车产祸 像新京报啊北京青年报啊 这些都是比较权威媒体 他们的报道本来是可以消除 像令股罪驾啊车证啊等谣言的 但是应计划呢 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封杀新闻的报道 给这些政治对手抹黑他 并最终打倒他了是帮了大忙 因为当外界还在猜测这个车祸的可能性之时 当外界还在猜测车祸的各种可能性之时 受害者的家人很快就知道了车祸的消息 作为父亲的令计划呢 又是北京大权债务的高官 他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他的独生儿子在车祸中死亡的消息 在车祸的前一段时间 尤其是从这个王立军的叛逃美国领事馆事件以后呢 令计划呢可以说是一直都手忙脚乱 他呢要帮这个胡锦涛平息事件 并且呢还要想千方设百计呢 希望可以帮到他自己的政治盟友 薄熙来远着怒 本来他的努力很有成效 薄熙来啊大概是可以过关的 不料呢这个薄熙来是最后啊 小博人乱了大谋 在两会结束前呢 是临门一脚得罪了这个胡锦涛 把自己一脚呢给踢进了秦城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作为掌管中央警卫局的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 令计划当时是亲手签署了对薄熙来的撤职令 可以说还没有完全从薄熙来事件中 踩过气来的令计划呢 就这样呢突然又接获了另一种噩耗 曾所谓是福不双至祸无担心 当时令计划受到的打击之大之严重 大概呢也只有像他这种受过共产党魔鬼训练的人 才能够承受得了吧 但他不能承受也得承受 因为2012年呢是中共政治上的大年 半年之后呢也就是在10月底 按照原定计划的话 中共呢就要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 胡锦涛时代将画上句号 并且呢产生新一代的领导集团 作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多年来最一众的大类总管 如果不出意外 在中共十八大上 令计划呢将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 甚至还有报道说啊 令计划呢其实是胡锦涛培养的呢 隔代的接班人 令谷在这样的时候出车祸 可以说时机实在是糟的不能再糟糕了 因为啊他常年在中央工作掌握极药 对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呢是比较了解的 他知道他的常委之路啊并不会是一帆风顺 而这一起车祸呢就是对他严重的考验 很清楚任何刑差踏错都有可能导致他呢 以前的一切全功尽弃 要知道令计划能够在中共党内啊 人才积极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胡锦涛的大类总管 必然呢有着他的过人之处 而他呢一向也是被同事 甚至是上级呢都推崇 是思维缜密精明能干 现在车祸发生的时机 以及他觉得的种种疑点呢 令计划呢就凭直觉判断出 这个呢不是一起简单的车祸 而是呢一起针对他的政治谋杀 那么车祸又有哪些疑点呢 第一个疑点就是车祸之后呢 马上就出现了有些人呢 或者是一些政治对手啊 政治打手啊 编排出来的这些谎言谣言 那样的这个抹黑令鼓啊 和这个令计划 尤其是车证说法的出炉呢 完全可以说是居心叵撤的谣言 第二个疑点就是呢 如果了解法拉利458跑车内的空间结构 在驾驶的时候啊 根本不可能有所谓车证的空间 不幸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位知情者 并不是目击者 而且他也不可能目击 但他的这个丰富想象力啊 成为了大赢家 令鼓呢 车证导致车祸的说法啊 后来呢 广为外界所接受 有理由怀疑 这个知情者可能就是一个政治打手 第三个疑点是呢 从现场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 出色的法拉利汽车的车头和车尾 都撞得稀巴烂 但是司机和乘客部分呢 仍然是完好 而且司机位的前和左侧的安全气囊呢 都有弹开 在多数情况下 司机应该是可以能够不死的 但是这场车祸呢 司机是死了 乘客呢 却活了下来 所以这又引出第四个疑点 那也就是说 受伤的两个旅乘客呢 都没有写安全带 其中啊 那个扎西佐马的那个伤势啊 医生还说并不是很严重 如果这种情况是所思的话呢 那么这个目击者所说 法拉利当时是以极高速撞墙的这个描述呢 其实是并不准确的 这些疑点呢 其实就有足够的理由怀疑 法拉利跑车是不是被人动了手脚 而目击者呢 也是不是有意的夸到了车数 而在这四大疑问之外呢 还有几个问题 假如啊 这是谋杀 那么是谁要杀害令谷呢 令谷有什么样的生死仇家呢 这两个藏族美女和令谷又是什么关系呢 她们又是什么样的背景 并在车祸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假如令谷不是被人寻仇 而是呢 针对令计划而来 那么又是谁在幕后指使呢 又是怎样令这起车祸发生的呢 在法拉利事件之后啊 就有大外宣三部消息说 是因为令计划签署了薄熙来的撤制令 引起了薄熙来阵营的追杀 但是令计划很清楚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因为他和薄熙来的关系是何等密切啊 薄熙来周围的人也都是很了解的 不可能做出对令计划不利的事情来 根据车祸时机和疑点 令计划就判断 这车祸呢是一场政治谋杀 那个呢打倒了薄熙来的势力呢 现在要打倒他 另计划 这让我想起啊 另一单政治谋杀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国民党总裁顺教人呢 是接获了这个袁世凯的电报 叫他呢 到北京区呢有重任 当时他这个意气风发啊 不幸的是在上海 遭到了枪手的暗杀 上海当局这个很快呢就抓到了凶手 而且呢顺藤摸瓜 最后找到了这个幕后的黑手 竟然呢真的是个大瓜 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务总理赵炳军 赵炳军呢是因为担心了 宋教人到北京以后呢会抢他的位置 最后呢买凶杀人 甚至还有人说啊 这个是袁世凯指使的 不管这么说 另计划呢 他决定首先要做的 就是要找出啊 这个制造车祸的凶手 因为只有找到了凶手呢 才能够找到这个到底是谁 在背后面指使 才能够呢使他自己呢 使另计划呢在政治上 溺于不败之地 也才能够呢提这个令谷啊 报仇 但是怎样才能够找出凶手呢 为了不重蹈薄熙来 怒打黄历军耳光 最后闹得满城风雨的负责 另计划决定是先掩盖事实的真相 在对手故意把事闹大的涂抹 不能得逞的情况下面呢 暗中查出凶手是谁 为了这个目的呢 他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派出中央警卫局的三个副局长 带领人马火速赶到了车祸的现场 他呢还派了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 也到了现场 要他们呢去了解案情 可能是他派出去的人呢 后来回来啊 就报告了这个车祸 的确呢有可疑 因此他更加的就相信呢 令谷啊是死得太冤了 因此呢决定呢就要回这个令谷的尸体啊 也被了未来破案之用 由于警方带着了尸体 3月19号的晚上啊 令计划就再次下命令 派出这个中央警卫局的人员啊 包围了北京市公安局 要求了公安呢交出令谷的尸体 并且呢命令他们的这个捉拿凶手 据说当时中央警卫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呢 就对视 而且呢对视了一个多小时 周永康呢 知道了这个发生对视事件之后呢 就立刻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他在现场呢就要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啊 对事件展开了彻底的调查 并且呢命令把令谷的这个尸体呢就交给中央警卫局 令计划要回这个令谷的尸体以后呢就冷藏了起来 第二件事情呢也是与这个周永康有关 他们两个人呢在3月19号呢 半夜2点钟啊密室相见 讨论呢如何呢处理车祸 周永康当时直接的告诉令计划 是当时的储君呢习近平策划了这个杀害令谷的车祸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们两个人还做成了一单惊世骇术的大生意 这单大生意具体是什么呢 周永康说习近平杀害了令谷的凶手又有什么证据呢 我们下次再谈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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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